不过那么多惊讶 来 吃 喝好了 奶奶 我们也没吵架 记住 以后啊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都要经过调查 才能下结论 懂吗 知道了 奶奶 您赶紧吃饭吧 奶奶 我今天想跟欣承你去公司 去什么公司啊 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呢 在家 再多在哪边吧 奶奶 您就让她去吧 她在家也很无聊 而且我已经跟下面的人 打好招呼了 她只负责我一个人的办公室 那还不是一样啊 照样当清洁工 我看你们两个人 真是在胡闹 奶奶 这个其实是我的意思 您看 我不想在公司里太招摇 而且公司里其他的职位 也不缺人啊 我觉得当清洁工也没有什么不好 您呢 你们两个人啊 都有自己的主意 我年纪大了 也管不了你们了 随你们的便吧 谢谢奶奶 你怎么办呢 还没有办公司呢 你也管去了 我不管她 谢谢奶奶 conductivity 我去吧 你怎么办公司呢 我现在看她是一百万人的 我需要一百万万一 我没有办公司呢 是啊 你不需要买 responsibility 我这里是工作的 不是给你吃零食的 那可没办法 谁让你是总裁 我是清洁工的 我就是想给你帮忙 我也帮不上了 那你做你清洁工的工作呀 你在这儿又是吃又是喝 要是别人进来像什么样子 可是我是你老婆兼职清洁工啊 我这 来 进来 顾总 这个是上个季度的财务报告 嗯 我知道了 放在这儿吧 没什么事 你出去吧 哎 顾先生你故意的是不是啊 天哪 我 我可 想什么呢 来 常副总 您有事 没事 我上来看看 那个男工处理呢 她呀 她已经好几天没来上班了 好像是辞职了 辞职了 嗯 听说是跟那个清洁工的受伤有关系 你说顾总当中是那个清洁工啊 来 常副总 您也看见那清洁工了吧 总觉得那清洁工有点问题 你说她该不会跟顾总 啊 陆盘啊 跟你说我多少遍了 别乱说话 别乱说话 让人听见多不好啊 就算他真的跟顾总有什么关系 他也不能对别人说 听见没有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过来是找阳光流离的 奶奶 我们上班去了啊 陈大 我们走啦 去吧 方叔 少爷 少夫人 再见 方叔再见 老夫人 这两个孩子 也不知道搞什么鬼呢 锦西也是的 顾家的少奶奶 当什么清洁工啊 天天上班 还这么高高兴兴 可他们俩都挺开心的 所以啊 我看不懂了 这俩孩子 到底是怎么想的 您就别操心了 少爷和少夫人是有分寸的 对了 你去给我约一下 我那几个老姐妹 我想打大牌了 好嘞 打他打他 补兵啊你 你 你 我来我来 不是 我从来没有见过 你这样的ADC 你这么长时间 才补了几个兵上来啊 能不能行啊 不行打开我来 我来我来我来 你别烦了 到底是我打还是你打呀 你打太差了我来 行了你别捣乱 该忙忙你的去 我忙什么呀 我都擦完了 上玩去 你 喂 我是傅伯雅 我想见你一面 现在啊 对 在什么地方 老地方 好 嗯 嗯 嗯 顾吉成 我一个朋友想 给我见个面 我去一下可以吧 那怎么行啊 上班时间怎么能乱跑啊 嗯 这个是我特别好的一个朋友 说有点事 想让我给他帮个忙 好不好 那我去吧 去吧 早点回来啊 好的 好